大家好,神父杨二姐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孙门纪念馆 又叫怡琴阁 是日本国家重要的文化财产 怡琴阁是神父护伤吴景棠先生 在64月受成实践的八角三层楼 寓意为远律故土,仍勤细中华 1983年11月由中华会馆 征与兵库县政府 1984年11月对外开放 1994年3月 移民是海峡大桥建设 被解体迁移 解体费用2亿6500万日元 耗时一年多 2000年3月复原完成 耗时一年半 费用11亿3700万日元 我们进了大门 这里有座孙中山先生铜像 日本人称为孙门先生 原来这里是孙中山纪念馆 这是他原来的名称 后面才改成孙门纪念馆 旧武锦堂别墅 也叫松海别庄 宇清阁是松海别庄东侧的阁楼 大门内还有一块石碑 写着天下为公 是孙门先生在这演讲会上提出来的 好了我们进馆内参观 这是我买的门票 300日元 还有纪念馆的说明书 孙门纪念馆一楼 摆了许多资料和照片 从孙中山的生平 到与神户的渊源 有日文中文英文的解说 讲述了孙门一生为革命事业 奋斗不息的精神与经历 他如何从一名医生 成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的历程 最后发动武昌起义 推翻腐败的亲王朝 建立了中华民国 现在的宜秦阁是日本唯一 纪念孙门的纪念馆 现在的馆长是爱信义先生 1866年10月12日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现在广东省中山市 这是孙中山家族的成员 留胡子的那个就是孙中山先生 这个是他17岁时的照片 好帅哥啊 1912年1月1号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任的照片 这是大总统的试词 这是大总统的印章的印件 这个是湖北军政府的楼和旗 这里展示神户跟孙门的关系了 1913年12月 孙中山为了筹划全国铁路 来到了日本 3月13日他造访了神户 在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和中华会馆 受到了桥板门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他就来到了宜秦阁 现在的孙中山纪念馆 他的前身是松海别墅 神户华侨举行了欢迎孙门的午餐会 照片的正宗是孙中山先生和武锦棠先生 1866年11月12日 孙门出生在广东省湘山县 最恒僧的一个农家 经过动荡的辛亥革命 1912年1月 孙门在南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宣布中华母国成立 并就任临时大总统 与此同时 清朝最后皇帝君统帝退位 1925年3月12日 孙门在北京去世 向年58岁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设了雄美的中山林 于1929年6月 举行奉安大叶 将孙门的灵酒安葬在中山林 直至今日 孙门在海峡两岸依然受到人们的曾经 在中国大陆 孙门被尊称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 在台湾则被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 社会运动家 社会运动家 实业家 政治家 学者 媒体工作者等等 来自日本各个阶层的 众多的日本人支援了孙门的革命活动 比如 宫崎滔天 梅乌庄吉 宣野长枝 南方熊南 头山满 全仰义 色泽荣衣 山田梁正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1895年10月 孙门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 11月 孙门从香港出发 经神户上岸 逃亡到日本 之后 至1924年11月 孙门共18次造访了神户 神户的海域业者 三上风仪 提供船只以及资金支援孙门的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 拉开辛亥革命序物的武昌起义的一个半月后 以王静祥为主的神户大阪华侨成立中华民国乔商统一联合会 发表了反对清朝支持革命的宣言 中华民国乔商统一联合会的结成 在日本的华侨是支持新海革命的新风 这是二楼的凤顶 在一楼我们看到的是龙顶 这里 这是孙闻写的天下为公 革命和博爱的书法 这里还展出了中山庄和宋庆龄的旗袍 以及一些历史资料 好了今天我们参观完了孙闻纪念馆 讲述了孙中山 为了推翻清王朝 坚持三民主义 为革命奋斗拼搏的一生 最后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言离世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 标志着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结束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 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中国的社会变革 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所以孙中山在台湾被称了国父 还有孙中山林 香港马来西亚也有孙中山纪念馆 中国上海广州珠海乌州等地 都有孙中山的铜像和纪念馆 在南京有中山林 孙中山先生的攻击 无与伦比 功不可破 我们能在日本看到唯一的孙中山纪念馆 这也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努力的结果 这里面的文字图片资料都非常的珍贵 我们也看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渊源流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神户的杨二姐 欢迎大家点赞观众留言 敬请期待 下期见 请期待